依照房屏的認定標準 就是說我們的開發案件是要以個案來去判定 如果說今天我們以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那個社服用地的話 它本來就是一個用面積來去做一個認定標準 那認定標準它在五公尺以上才要做房屏 那如果說以那個山山特那個 那個右下角那個部分的話 它是以高樓建築 那高樓建築可能就是商業用地 商業使用 商業使用的話是二十層樓以上 它就做房屏 那當時為什麼會做一個全區的一個環餅 就是因為本來社服用地那部分是不用環餅 然後供應用地也不用環餅 那因為是因為博德公司它因為有這個標到這個BOD案 所以它去做整體開發 那整體開發來講就是因為它有一個最大利益的開發 就是有一些共同的一個使用的一個目的 比如說它有地下停車場的使用 所以當時我們在認定上面來講 就是屬於它是屬於一個整體的一個開發案件 所以要做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高樓住宅要做房屏 所以全區要來做房屏 那目前市府的規劃是因為已經這個 這個BOD案已經不存在了 那就是回歸到原來的使用目的 去跟開發行為做認定 那原來的這個這個社服用地 就做一個社服用地的使用 那未來我們就會認定 就會看那個財政局這部分 因為它事業份可能會飆出去 飆出去以後就看它以後的開發行為 跟它的開發量體 那如果達到房屏的階段 或是說房屏的那個高層樓的話 我們會依照那個 它就會依照這個房屏的規定 來檢送房屏來送審 那以上先跟各位報告 謝謝 好謝謝 下面財政局好不好 嗯 跟我人大